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重新焕发出活力的秘密 与尤酸辣结缘 源于我的职业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从中也非常得益于尤酸辣产品 它重新焕发出我的活力 从此我开始喜欢上它 并且觉得越来越爱上它 越用越体会到它的好 在中国我的职业是一名老师 于是我满怀热情的在加拿大经营起热而日脱中心 但由于工作的强度 我每天无数次的弯腰动作 在忙碌的工作当中 一次又一次的忽视了对它的保护 终于我的腰不负重贺 痛得不能直起来 甚至睡眠 翻个身也觉得痛 从床上不能直接的起来 而是滚下床来避免弯腰的动作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我开始佩戴腰拖来保护我的腰 注意了平时 弯腿屈膝或者蹲下来 来代替弯腰的动作 医生也给了我一些止痛药 来帮我缓解 但自此之后 如果DK的孩子多一些 工作量稍微大一些 或者是在花园里做做活 然后我的腰还是会隐隐作痛 有一天Sophie来找我 听到我提起腰痛的问题 她建议我 我们到了这个年龄 盖会开始流失了 是需要补补盖了 这时候 让我想起了多年前 曾经有朋友跟我说过 30岁以后需要补盖 我当时不以为言 觉得自己还年轻 还早着呢 补盖 那是老人人的事情 现在听Sophie这么一说 我真的有点后悔 如果当初早一点补盖 可能腰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弱了 除了服用Yosana的盖美滴片以外 Sophie还建议我 加上健格林 里面的姜黄精华 可以帮助我缓解疼痛 我还把Yosana的基础产品 一起加上服用 慢慢的 我的腰脱不用再带了 工作还是一天天的进行着 不知不觉当中 我忘记了我的腰痛问题 当Sophie问我 要我分享使用产品的感受时 我才想起来 曾经存在 并困扰了着我多年的这个问题 随着使用Yosana产品 我还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我的精力变好了 没有以前的疲惫感了 记得在服用Yosana之前 每天小朋友都被家长接走之后 我呢 必须要坐下来 休息半个小时 让湿水安静一下 让身体缓解一下 才能继续其他的事情 而现在 我可以立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状态当中去 而且这种活力 还不仅仅体现在这里 除了工作 我还有经历练习跳舞和瑜伽 并且发现 身体的柔韧度 居然还提高了 体态也改变了 翻回我以前的照片 很多都是不觉得含胸 就像第一张照片里面的 我经常就是这样子含着胸 其实这样 感觉挺直腰背 我就觉得很累 其实这样的体质并不是太有看 现在注意了 挺直了腰背 现在整个人看起来也精神了不少 而在照片当中 中间的照片当中 像这种向后弯腰的动作 我以前是做不到的 一往后仰呢 我就觉得头晕 怎么也没有办法完成 而去年我尝试去做 居然可以了 现在做起来 自我感觉已经没有难度了 当我兴奋的把照片放到朋友圈的时候 就连读书时代 我们一起学习跳舞的同学 都很佩服我 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 还能做到 不如给了我一个大拇指 而这些的变化 都是因为Sophie把这么好的产品介绍给我 而让我得益其中 真的非常感谢Sophie 经过这些年的了解和学习 我认识到 原来Guy 对我们人体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管是孕妇 婴幼儿 儿童 青壮年 还是老年人 都需要每天补充充足的Guy 缺乏它 影响的不单只是骨骼系统 其他很多亚健康的问题的出现 例如 睡眠不好 脾气烦躁 腰酸背疼 过敏 食欲不好 都跟缺钙有着密切的关系 只要每天补充充足的Guy 很多困扰我们的问题 就会淫润而解 所以我也建议朋友们 每天补盖 不管任何理论段 我们都是需要的 以上呢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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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